首先Sakumi的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Z-A-K-U-M-I Z-A就是South Africa的簡稱 Kumi K-U-M-I就是神 其實就是十號小子 來自南非的十號小子 十號小子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吉祥物 亦都是這套動畫的主角 故事說他怎樣跟隊友合作 一起發揮世界杯奮鬥精神 這個故事是說Sakumi 跟南非的首歌結盟 穿州過省在南非踢足球 繼之而就學習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體育的精神 還有經歷很多困難 去得到一些獎、擊敗對手 Gito Studios是今次負責製作動畫的香港公司 聯同世界各地夥伴 製作這套連續二十集動畫 在全球多個國家公映 世界杯首次在非洲舉行 亦都是當地首次舉辦大型國際盛事 可謂舉世足夢 Gito就是負責Animation 我們就跟大陸一起合作 做Animation的劇本來自法國 我們的合夥人就是來自德國 配音方面就是來自馬來西亞 吉祥物本身就是來自南非 一個很著名的設計師 所以真是一個國際性的合作 製作這套動畫的夥伴 好像足球隊一樣來自世界各地 而香港就匯聚了各地的創意 球隊裏面的靈魂人物十號小子 就是這樣誕生了 這次的動畫應該會有兩億觀眾會看到 全世界有很多國家的首歌都會看到 它會將我們公司和香港的動畫 放在國際電視動畫的版圖上 我們相信有很多機會會來 亦有很多合作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和一些國際級的動畫師 製作人一起把香港動畫推上 另外一個更高的地方 香港公司Judo Studios做統籌 製作就由大陸多間動畫公司負責 作為連接中國和國際的橋樑 王士維覺得香港有獨特的優勢 我們亦都要很明白 世界盃它要做一個南非的動畫 要說很多關於南非的生活方式 或者它們的點滴 我想在大陸方面 可能它們對南非的認識比較沒有那麼深 我們可能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對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文化 的觸覺性都比較高 所以香港做一個coordination 製作方面 香港作為基地是不適合的 王士維希望透過這套動畫 讓更多人認識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動畫製作水準 爭取更多機會 參與國際性體壇盛士的動畫製作 例如2014年巴西世界盃 中國大陸現在有龐大的人手可以做到動畫 其實很多日本的動畫都在大陸做 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留意到 其實那個將來應該是印度和中國做動畫的基地 再過多幾年應該是可以追得到其他國家的動畫 Cross it!